喜欢和爱的区别 很多人不理解爱是怎么回事 所以认为喜欢就是爱 其实并非如此 那么喜欢和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喜欢是改变你 爱是呵护你 如果一个人喜欢你 大多是希望你可以变成他心中所想的样子 比如你胖 他就会要求你减肥 因为他不能接受你的缺点 而爱你的人就不同了 在他的心里你是最完美的 即使是缺点他也认为是优点 哪怕你特别胖 他仍会觉得你是胖得可爱 喜欢是自私 爱是慷慨 当一个人喜欢你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他希望你只属于他一个人 即使你想跟朋友一起吃饭逛街 他也不允许 而爱你的人从来不会限制你 无论你想做什么 他都会支持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